随着毕业季的结束,毕业生们即将离开校园进入职场 近年来,各类新兴职业的出现是否让大家眼花缭乱 那么在选择职业时,哪些因素最为重要 初入职场的菜鸟们又应该具备怎样的素养 下面就和小新一起听听职场前辈们的经验谈吧 工作30年了 实在设计师,工作有快30年了吧 网络科技吧,然后有20年的工作经历 年薪大概几十万吧 工凌03年到现在17年了 然后做的是市场相关的工作,市场推广吧 是互联网教育的创业者,已经工作了十多年了 我是金融行业的,工作16年 警政这方面是做了三到四年吧 组招工作师,工作一年半,年薪呢也就是说在十万家吧 旅游体验师,点菜师,电竞玩家,酒店体验官呀,包下师 瓦虹呢,酒包一类的吧,带遛狗师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台,平台很重要 工作一定要稳定,另外就是你要坚持,工资是最重要的 自我认同,然后在这个职业上也能提升自己 职业对口这个事还是比较重要的吧 前景应该是重要的吧 首先你要跟国家的大趋势一样嘛 国家的重点政策是哪些职业,你就算往哪个职业走嘛 兴趣还有这个地理方面的原因要考虑一下 做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呢你完成自己的目标 公司给你的KPI,你完成考好就完了,多努力点 一定要做到涛高远会,把握私意,使自己变得丰富起来 就是多学习 最重要就是要靠谱,就是做什么事情,事事有交代吧 然后有一个信息上的闭环 真诚一点比较好,不管是对上还是对下 不要跟人家贴麻烦,然后做一个人喜欢你的人,那就是要有包容性 勤劳是最关键的,好学,上进 祝你们在毕业以后啊,走向社会的岗位 不管在哪个岗位吧,都要好好学习 你们的发展前途是无量的 祝新毕业的学生能够尽快的找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工作 祝愿大家很快的能够适应社会吧 希望大家一帆风顺吧 一如既往的努力吧 2020虽然很难,但是加油